其實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四十一了 那我那已經五六千萬了 沒有 對 可是我那時候還不敢 就是說因為是數字算的嘛 所以我不知道說我會不會有發生什麼 我沒有算到的東西 所以後來也遇到了很多很多 比如說去前年二零二零年 就是四次熔斷什麼的 然後去年還有今年出美股也是大跌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也還好啊 所以就是就 所以我覺得裕豐這個就是有錢人的 所以我覺得裕豐這個就是有錢人的思維 你看他其實已經財富自由 他已經要五千萬 然後已經可以一年一百七十五萬的支出 他都準備好的時候 他的人生就要追求的是健康快樂的生活 所以他不會去接受那樣子的主管 了解 了解 OK 那接下來有什麼規劃 目前還沒有 目前就是等這一集播出之後 看看太太怎麼出招 我開始要跪呢 還是會去找爸媽 真的